殊胜的大福 没有比这个佛报更大了 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佛了 可是这世间有许许多多人 不知道成佛是怎么回事 成佛简单地说 就是你真实究竟得到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佛报 这个说法大家好懂啊 智慧佛报到究竟圆满 这是成佛 菩萨得到了不圆满 阿罗汉辟知佛只得到少分 那世间人就不必说了 世间人 我们讲天王 这佛报大了 逃离天王 大凡天王 摩西首罗天王 三界里头 佛报最大的 他那个佛报要跟阿罗汉比 那差远了 连阿罗汉都比不上 那怎么能跟佛比呢 你为什么一生能得到 因为你本来是佛 你从来都不知道 迷失了自信 就堕落到轮回 六道轮回是假的 不是真的 在这里 在这里产生严重的误会 把这认为是真的 不知道 四是真相 所以 深深深深深 迷恋 贪念 六道里面的情指 纵然遇到正佛出世 依旧得不到利益 你说这个 情指 烦恼习气 多么重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生念佛往生 好像是 不难 很容易 而实际上 你要是把 过去未来 统统都看到了 你就明白了 决定不是偶然 事出世间 决定没有偶然 偶然的事情 中国古人讲的好 所谓 一饮一着 莫非 潜定 潜定 这两个字用的好 这一生当中 我们遇到 要尽忠 念佛往生 极乐世界 说实在话 也是潜定 不是偶然 什么叫潜定 往生的人 这一生 虽然没有遇到佛法 到灵命中 前几天 才听到 他听到就相信 他就真干 他真去了 我们一般人看到 这个人好像太侥幸了 运气这么好 其实不然 他过去深重 深深世世 曾经修过这个法门 有很好的成就 为什么没有往生 灵命中是 一念错了 没去成 这一生当中 在灵宗之前 很幸运 又碰到了 这一碰到 把阿赖耶里面 过去这些善根 福德 引发出来了 所以 他不怀疑 他能信 他能解 立刻发愿 求生监督 他争取了 哪里是侥幸了